在8月21日来,中国南篮红队与菲律宾的市井赛首战开打,周期与骑士球员克拉克森都被允许代表各自国家出战。 虽然周期半场就砍下了17分8分6盖冒2助攻的数据,但是两队打得异常胶着,半场结束后中国队36比31领先5分,下半场两队逐渐进入白热化,丁燕宇航午饭离场,三截结束中国仅领先2分,最后一截还剩13秒时两队打成80平,依靠赵瑞克2把权重准决杀, 中国红队才因此以82比80显身菲律宾。 全场下来,周期一个人砍下了25分12个篮板和金色盖冒,三分球四投三中,但是除了他之外,中国对其他球员表现都不够好,要不是赵瑞最后的罚球准决杀,谁输谁赢还真输不准。 中国红队全场三分球29投仅其中,说明除了周期之外,七拍球员25仅四中,命中率仅为16%,几乎全靠周期在撑着球队,而姚主席在场边也是眉头紧重,比赛结束之后也没有笑容。 如今的中国南蓝相比姚明那个时代还是有很大的差距,正是因为中国南蓝的水平在姚明之后一直没有很出色,也就导致许多外国人看不起中国南蓝。 记得之前美国记者采访姚明时,中国南蓝就被他嘲讽得不轻,当时美记问道,中国14亿人,怎么找不到五个打球厉害的,这番话就已经有很明显是看不起中国南蓝,而且还带着深深的嘲讽。 这时候姚明也是脸色一,耶,但是幸好姚明情伤高,顿时就想到了应对的办法,他回应道,那美国分议人怎么找不到一个打乒乓球好的运动员呢? 姚明的回忌令记者哑口无言,不得不说,虽然美国记者这番话不太友好,但却是形容事实,在姚明退役之后,中国南蓝就一直回复到当时的辉煌, 周琪现在虽然相比之前有很大的进步,但是他相比姚明还差得远,退一万步来说,中国南蓝没法崛起,一是因为体制问题,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体育方面的教育,从小的体育教育跟不上,中国的团队型比赛一直没办法取得很出色的成绩就是这个原因,而相比于美国,他们的文化也导致他们不会有很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, 不管怎么说,希望中国南蓝可以早日崛起